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写的是社区和平 还有的写的是我们是同一个社区 这是几天前在温哥华李氏满市举行的一场抗议活动 有300多人贸易参加 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最近一段时间 包括温哥华 多伦多在内的加拿大部分地区 出现了一些煽动种族主义 甚至仇视华人的传单 这让当地华人非常愤慨 说话的这位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志 他表示 因为加拿大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排华的政策 所以很多华人都担心这是排华主义的再次抬头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传单事件只是个别现象 因为这个事情很明显的 那些权单是针对华人的 但我们看见很多非华人 他们都出来选择 虽然有这些不顺应的事件发生 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老百姓还是觉得这个是不可以容忍的 当地警方表示 目前还没有找到这起事件的负责人 不过警方会严肃处理 视线转向意大利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合影 照片当中坐在轮椅上的这位先生 他叫张春生 是福建人 而左边第三位站着的这一位 他叫陈天明 是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的会长 前不久在陈会长的帮助下 张春生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回乡梦 四年前 张春生在意大利普拉托附近遭遇歹徒袭击 导致半身不遂 此后他一直住在当地一家慈善协会救助中心 高额的医疗费让一家人的生活变得十分困难 随着年龄的增长 张春生心里想要回老家养老的心愿 也愈发强烈了 今年11月 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的陈天明会长 得知此事之后 立即前往看望 并帮助他办理了回乡证明 他还组织当地华人一起为张春生捐款 募得善款约合人民币是23万元 据了解 目前张春生已经顺利回国 在福州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 画面上说话的这位女士 她叫朱惠尔 是一名新加坡华人 她每天的工作是护理临终病人 最近她获得2016年度新加坡杰出社工奖 很多人觉得做护理工作很辛苦 但是朱惠尔说她每天起床都非常期待去上班 她总是想方设法 为临终病人弥补遗憾 你不能出席某某人的婚宴 喝不到媳妇茶 是不是我们可以提前 让你的准媳妇跟儿子先给你净茶 所以我们都会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挑战 不可能 我们再来看瑞典 画面上的这位先生 他叫吴耀文 最近他入选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青年院士 瑞典皇家科学院是瑞典最高学术机关 和最大的科学中心 吴耀文也是2016年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吴耀文是一名生物医学家 他的研究领域是化学与生物医学的交叉学科 曾发展吸引的化学方法 对人体蛋白进行标记和追踪 从而用于监测细胞内信号传导和疾病诊断 目光转向阿尔及利亚 画面上右边的这位医生 他叫陈三前 32岁是湖北人 现在是中国第24批 原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巴特纳省 富佑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医生 他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他的动手能力也特别强 你看画面上 这就是他自己的电灵系统 用来给手术当中的病人止血 说到他为什么要组装这一台电灵系统 还要从他在阿尔及利亚做的第一台腹腔镜手术说起 2015年6月 一位患有卵巢囊肿的阿尔及利亚妇女 幼腹剧烈疼痛 随时有休克的危险 陈医生接诊之后 决定做腹腔镜手术 但是由于巴特纳省富佑医院条件有限 没有做腹腔镜手术要用的电灵系统 一旦病人出现伤口破裂 就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人命关天 索性陈医生凭借娴熟的技术 最后还是成功地完成了手术 事后 陈医生却对这个电灵系统上了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医院仓库当中 发现了一台废弃的电灵系统 他如获至宝 于是他又找来了废旧的电线和开关 花费了三个多小时 自己组装了这一台电灵系统 据了解2015年 赴阿尔及利亚参加园外工作的陈医生 到目前为止 已经在当地成功做了 一千多台妇产科手术 视线转向加拿大 你有想过在自己的家里 就能够随时看到极光吗 画面中最左边的这一位 他叫朱家军 最右边的这一位 他叫严思成 他们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新型 家用照明系统 名叫智能奇光板 这种板可以让您在家里 就能够看到北极光 画面上这就是最近在欧美市场上 非常抢手的智能奇光板 由三角形LED模组任意组合而成 里面有1600万种灯光的颜色 还可以通过特效来变化色彩 朱家军和颜思成 都是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工程师 发明智能奇光板的灵感 还是来自于朱家军的一次旅行 2015年年底 朱家军搭乘飞机 从温哥华返回多伦多 靠在闲窗准备入睡的时候 突然就看见一抹北极光 出现在了天边 瞬间让他倦意全无 他想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看到 美丽的北极光呢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尝试 他们终于设计出了这一款奇光板 它不仅可以被安装到天花板上 还能够被固定在垂直的墙面 或者是桌面上 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拼接成你喜欢的图形 目前朱家军和他的团队 已经收到了300多份订单 目光转向土耳其 画面上这是电视剧 闲人马大姐的片段 在伊斯坦布尔那里 也有一位马大姐 当地人都叫她文翠姐 我说的就是画面上的这一位 她叫向文翠 49岁 是一位伊斯坦布尔华人 她可是出了名的热心肠 前不久有一位青海小伙子 要去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 因为家庭条件艰苦 她就考虑在伊斯坦布尔找人合租 但是人生地不熟 一直就没有找到合租房 经过朋友介绍 她认识了向文翠 当小伙子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 没有想到向文翠之前联系好的邻居 却临时变卦了 向文翠当即决定 让小伙子住在自己家里 小伙子在他家住的一个多月期间 向文翠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细心照顾 现在小伙子已经回到了中国 他还经常给向文翠打电话 表示感谢 向文翠不仅帮助华人 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 今年的三月份 大量叙利亚难民进入土耳其 向文翠就在网络上发动华人 为难民募捐 他还经常把自己的衣物等生活用品 捐赠给难民 张茶鸭是一道经典川菜 制作这道菜一般是需要一天的功夫 但是在芝加哥有一家中餐馆 他们做一只张茶鸭 却需要花费三天的时间 三天下来味道怎么样呢 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味一故事 我们将视线聚焦美国 画面上这一家名叫麻辣诱惑的餐厅 位于芝加哥唐人街 每天来这里吃饭的顾客都是络绎不绝 张茶鸭就是餐厅最受欢迎的招牌菜 每天能够卖出去四十多份 这个张茶鸭呢就是说还是就是 我觉得在这边在芝加哥我吃到的 应该说是非常正宗的了 那么这么好吃的张茶鸭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制作这道菜的就是画面上的这位厨师 他叫甘暑成 四川人今年五十岁 他介绍说做一只张茶鸭需要三天的时间 第一步呢就是选鸭子 这个有讲究 鸭子太肥了口感就会腻 可是瘦鸭子呢它又不香 他选择的是美国本土的高棉鸭 因为这种鸭子是散痒的 肉质比较嫩 口感好 选好了鸭子之后 进行的第二步就是腌制 第一天鸭子回来过后要腌 也就是说放盐味把它腌制 腌制了过腌制一个晚上 至少一天一个晚二十四小时过后 这样子再用水烧开来烫 烫了过还又挂一晚上 使它那个皮干了过后 这样再开始熏 甘肃城介绍说 熏锅里熏制 这是加工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 要在熏锅里铺上 张木的叶子或者是锯末 还要放上茶叶 它要选的是四川成都的三级花茶 第二个就是四川的张叶 张树的叶子和张树的锯末 二十分钟之后鸭子熏好了 在鸭子上涂上料酒 胡椒粉和牢骚 料酒 胡椒粉可以去腥 牢骚呢则可以增加鸭子甜味的口感 再经过五十分钟的热蒸和四分钟的油炸 张茶鸭这道美食才最终完成了 甘肃城是三年前来到美国的 他一直希望能够把正宗川菜盖到这里 在为制作张茶鸭选择鸭子的这个环节 他找了二十多天 期间他几乎是尝遍了市场上所有的鸭子 新制鸭子的茶叶他也坚持从四川空运 正是这样的一份执着才让甘肃城做的张茶鸭明扬之价格 目光转向日本 画面上的这位男士他叫陈灯才 今年四十六岁 他在大阪经营一家水产店 近段时间他店里的这个枣蟹蟹非常走鞘 几十箱的枣蟹蟹很快就被华人抢购一空 其实呢不只是陈灯才店里的枣蟹蟹卖得好 在日本华部很多水产店 很多华人购买枣蟹蟹都是几十斤几十斤的买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枣蟹蟹 其实就是一种日本产的大闸蟹 和中国大闸蟹属于是同一种类 烹饪之后味道与中国大闸蟹也是十分的相似 由于枣蟹蟹的价格相对便宜 只有中国大闸蟹的四分之一 所以呢颇受很多在日华人的欢迎 在东京定居多年的华人林女士表示 她自己很少有机会回中国 枣蟹蟹让她在一国他乡 也能尝到家乡大闸蟹的味道 一解相愁吧 视线转向美国 画面上中间的这位女士她叫吴慧丽 她面前的摊位上摆着的是 她亲手制作的酸面包 吴慧丽说自己之所以能够走出 人生当中的那段低谷 还多亏了这些酸面包 吴慧丽祖籍福建曾经在上海 做了九年红酒销售生意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2013年她被确诊患有乳腺癌二起 那段时间吴慧丽胃部反酸的现象 非常严重 体重下降非常快 偶然从一些德国朋友口中 听说有一种酸面包 可以帮助抑制胃酸反流 于是她试着吃了几次 果然觉得症状有所缓解 于是吴慧丽开始尝试 自己制作酸面包 令她惊喜的是 做面包的过程 让她在心情上得到了很大的放松 从搓面粉发酵到烘焙的几个小时当中 她几乎都忘了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 2015年吴慧丽结束了化疗 身体也已经基本恢复了健康 但是她没有重回红酒行业 而是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品牌 把制作酸面包当作自己的新事业 她说希望自己的故事 能让更多人意识到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视线转向钢果精 前不久 中国第20批赋钢果精维和医疗队 在布卡武市 为当地SOS儿童村的152名孤儿 免费注射了乙肝疫苗 其实自11年前 中国第一批赋钢果精维和医疗分队 来到布卡武任务区之后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儿童村的爱心慈善活动 他们不仅为儿童村的孩子们提供了免费的医疗救助 还经常会在物质上提供帮助 目光转向中国澳门 12月20号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澳门旅游塔会展中心举行盛大酒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士安 与澳门各界人士千余人 共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7周年 崔士安表示 希望社会各界不忘初心发扬爱国爱澳精神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一天 澳门特区政府还在金莲花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 目光转向德国 12月19号 一辆25吨的货车闯入柏林布莱特沙伊德广场圣诞市场 撞毁了大量摊位 并且造成至少12人死亡 50多人受伤 受伤者立即被送到医院或者事发地附近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接受治疗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方面表示 还没有接到中国公民在事件当中伤亡的报告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第一时间发出了通告 提醒在柏林地区的中国公民要注意自身安全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保持通讯畅通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您可以拨打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应急电话 及时与中国大使馆联系 目光转向俄罗斯 画面上的这个女孩 她叫刘安娜 今年18岁 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师范大学的一名留学生 上个月的29号 刘安娜下课之后就失踪了 当时她的亲属和同学打电话打不通 在住所也没有发现她本人 于是刘安娜在俄罗斯的亲戚就赶紧报了警 并且发动当地华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搜寻 刘安娜的同学以及华人志愿者们经过了七个半小时的努力 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刘安娜失踪11天之后 也就是12月的10号 圣彼得堡警方在运河冰层下 找到了刘安娜的尸体 警方称尸体被发现时没有明显的外伤 目前死亡的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提醒当地中国留学生 要提高自我保护和安全意识 注意与国内亲友保持联系 尽量避免前往治安不佳的地区 目光转向阿根廷 前不久 波尔诺斯·埃利斯一家中国工商银行 来了几个笨贼 怎么个笨法呢 当时这家银行正在营业 三个劫匪闯进银行 抢走了银行柜台上的钱盒 但是抢到手之后 他们才发现这钱盒是空的 里面没有钱 气急败坏的几个劫匪 就开始抡起了大锤 干什么呢 砸墙 他们还威胁一个会计师打开金库 但是机制的会计师表示 打开金库需要一段时间 于是几个劫匪就原地等待 结果金库大门还没有等到打开 却等来了鹤枪实弹的警察 最后几个劫匪仓狂逃跑 一分钱都没有抢到 逃跑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劫匪还被监控 拍到了个正脸 目前警方正在抓捕这几名劫匪 相信不久就能够把他们 视线转向西班牙 近日西班牙阿罗纳和阿德赫沿海旅游区的 华人住家连续遭遇入室盗窃 当地警方已经接到了十多起 入室盗窃的报案 警方调查发现 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基本相同 推断可能是同一伙窃贼所为 比如说这个窃贼在作案前 都会经过反复的踩点和周密的计划 在全面掌握受害人行踪之后 趁着家中没有人的时候选择作案 而他们的首要目标 就是华商家中的保险柜 此外 这个窃贼团伙的作案手法也是十分的专业 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可疑证据 为此我们也提醒当地的华侨华人 年末是盗窃案的高发期 要提高安全意识 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在店内或者是家中 不要存放大量现金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 前不久 维多利亚多元文化艺术节 在墨尔本联邦广场举行 邀请了来自中国 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艺术家参加 这些带着墨迹的白纸箱 是中国美术家王小明的作品 利用纸箱的立体性 在多个平面呈现了书法与水墨化技法 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 目光转向美国 你现在看到的是前不久 在芝加哥内博维尔音乐厅举行的 《圆梦祖国统一之恋》大型文艺演出 芝加哥华人艺术团的艺术家们 带来孙中山送 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等歌曲 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献礼 也表达了当地华侨华人 期待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赤子之情 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总领事洪磊 和数百位芝加哥华侨华人 共同参加了赤子音乐会 今天的《猪梦一带一路》系列报道 我要给您介绍一位 在阿富汗冒着枪林弹雨工作的中国人 那么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来我们先将目光聚焦阿富汗 这一段画面是拍摄于2014年的阿富汗喀布尔 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个地区几乎是被浓烟覆盖 而且枪声和炮声是持续不断 这其实是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交火的场面 而当时用手机拍下这一幕的 就是画面上的这位男士 他叫姚胜君 姚胜君今年40岁 是河南南洋人 他是中心通讯公司驻阿富汗代表处 售后业务科长和执行项目经理 为了帮助阿富汗建设网络通讯工程 姚胜君常常要到阿富汗各地区和当地的网络运营商谈合作 而这场交火就是他当时去拜访客户的途中遭遇的 其实这样的情况 姚胜君来到阿富汗就已经遇到过许多次了 而场面最危险的一次 他距离交战双方只有300米左右 而姚胜君在这种危险的环境当中 已经工作了7年了 那他为什么会来到阿富汗工作呢 姚胜君说 阿富汗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 这样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为了开拓市场 也更是为了改变当地的这一情况 2009年他就被中兴通讯公司派到了这里 希望能够通过建设阿富汗当地网络的通讯工程 来支持阿富汗的发展 出发前姚胜君是满腔热血 但是等他真的到了阿富汗 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那个时候他才发现 阿富汗缺乏通讯专业的人才 连一些有意向和他们进行合作的运营商 好像都是通讯行业的门外汗 我今天遇到一个客户是做一个 管公司战略发展的 公司高管 战略发展的但是他不动技术 什么东西出的问题都是简单粗暴 说一就是一 不容易改变 这块是有一点问题 面对这样的情况 别说是和当地运营商合作建设通讯项目了 连一些基本的工作都是没有办法开展下去的 刘胜君说当时自己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先让自己的员工成为通讯方面的人才 再带着他们去和当地的运营商进行接触 这样就会减少双方的隔阂 这就是姚胜君为公司员工培训的场景 在培训课之前 姚胜君自己研究了各方面的材料 他的培训课里不仅包括讲解设备应用 项目管理 安装规范等等 同时也涉及专业英语 接待礼仪 姚胜君的培训课在短时间里 就培训出了几十名 熟练掌握相关的设备应用 操作和技术技能的当地员工 而靠着自己拉扯起来的队伍 姚胜君也是获得了当地移动运营商的信任 2012年 阿富汗当地的一个运营商找到了姚胜君 他们希望中心公司能够帮助他们在阿富汗 建立商用3G网络项目 当初阿富汗还没有 全国还没有3G 全国都是2G 当年的然后我们这个客户 他给公司谈的合同 就说我这个 我买一个公司的产品 买一个3G设备过来 我要第一个在阿富汗上线 虽然接到了项目 但是这家运营商还是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 他们要求姚胜君的团队必须要在两周之内完成项目建设 这么短的时间里 别说是当地企业了 就连许多海外的公司都做不到 但是姚胜君他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客户要求我们两周 我们大概是花了12天 把这150个点全部上线 姚胜君说在阿富汗安全是第一位的 在给当地雇员培训的时候 他曾经三番五次地跟他们强调 户外工作时尤其要注意安全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防不胜防 事情发生之后 姚胜君承担起了重要的协调工作 一方面他与阿富汗警方 人质家属和总公司保持联系和沟通 另一方面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协助对人质的解救 姚胜君说可能就是给当地服务这句话触动了绑匪 最终那一位本地的员工也得以安全获救 尽管阿富汗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风险 但是姚胜君说 自己在阿富汗的工作是值得的 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影响提高 特别一个是经济方面 他会在基业带动当地的网络建设 这个是带动他就业 在关联就业带动他基本上的就业机会 这都是在国家的一带一路 这个方言知识下 知识下搞这个事情 一月收看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 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